财新网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财新网特派杭州的记者盛梦露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杭州市的前江新城 然后是在前塘江的北岸 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大金球 就是杭州国际会议中心 近明两天G20工商峰会 也就是B20峰会在这里举行 而它的身后就是著名的前塘江 大家好 这里是财新网驻杭州记者张怡和陈庆 在G20峰会的新闻中心现场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直播画面 我们现在这里所在的位置是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在这为期几天的这个峰会期间 我们的记者除了这个峰会现场之外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工作地点 然后我现在画面正前方的这个屏幕呢 就是当有一些重要会议的时候 会在这个画面在新闻现场 新闻中心给大家进行直播 之前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讲话 也是在这个画面上进行播出 黄先生你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 这里边的这个讲了这么多 你觉得你最关心的一点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关心的一点就是说 还是中国作为这个主产 主道主 对 那么呢在这个现在在全球经济 这个我们面临这个全球化的这个逆种过程中 以及这个全球这个结构改革 现在有一种停滞 就倒退的情况下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的年纪体 以及今年的G20的这个总道国 和东道国 我们怎么能够给全球经济 从注入一种新的动力 从而使得全球经济 回到稳健 积极的复苏的轨道 前线有 有我们埋藏在前线的这个企业家 这个就是B20 它是工商领袖峰会 工商领袖 就我们有有一个在前线这个拿着手机在直播的 清华控股的这个董事长徐景红 他现在正在现场给我们直播 他刚刚参加了第一轮的这个论坛 然后现在来看看他有什么给大家汇报的啊 来 好 大家好 这个 刚才说这个直播我是从来没有做过的 这次来到G20呢 也和相应的 来自各个国家的企业家进行了很多的交流 其实世界对于中国还是非常的关重 因为中国的发展 对于这个世界总体的发展 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次B20所提出的 比如关于推动创新发展模式 关于这个推动就业 关于这个让世界整个更加开放 包括提出想发放创业签证等等的具体的建议 好 这是什么 这次建议的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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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今年就埃及很难飞 那么还有这个 还有当现在飞门的一个成员国叫炸德 对我刚才忘了一个国家就是炸德 因为炸德是今年飞门的这个国一级主席国 你说它的代表性有偏差呢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 近十几年来吧 中国可能都没有举行这样高贵的会议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你如果跟G20能够平起平坐的会议 有说呢 基本我觉得是没有 没有 这个就是最高的 这个最高的会 就是从这个全球的决策角度来说 当然你的奥运会是另外一码事 它是用文化和体育的 等到中国下一次轮到的时候 可能要到203年之后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大部分小伙伴应该等得到 等是等得到 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 但是对于段随度中国声音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 我不能说千载难防吧 就是十九载一防的这样的一个 你看现在我们办公室里 还有一些同事在加班 哇 谢谢洪荒之力 那边还是灯火通明 第一次觉得不这么苦干 不是觉得我们两个人 就这边 然后我一会就是 好整齐啊 大家看一下看一下 一会就要在这边 是要等今天的记者会的 因为很快可能奥巴马的发布会 可能会过来 然后我们自己还去了 拉加德的发布会 可能还要录取的发布会 所以今天晚上应该是说这个 当然不是说我在这边 前方的记者 大家都都都在都在在行中 好吧 那今天就是先这样了 那黄尹老师也讲了很长时间 把它倒过来 跟大家拜拜 好谢谢 拜拜 拜拜